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節目,我是Yammy 美國紐約地鐵亂象出名多羅羅 天載時水浸金沙,人禍時斜上縱火 天地垃圾,逃票成慣例,乘客都習以為常 不過歧視又怎知那麼少?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近日發生的一宗古怪案件 紐約地鐵早前發生了一宗離奇搶劫案 雞樓日郵報報道,多名身穿綠色緊身衣的女子 本月2日凌晨,和兩名19歲女子發生言語衝突後襲擊對方 嘔打和搶走她們的手機和銀包 其下綠衣人自己都疑似內兇 一路逃走,一路不停吵架 不過,在座乘客都十分淡定,沒有人新出援手 由於她們的綠衣打扮就好像電影之珠合大反派綠魔 因此被外界稱為綠魔犯罪集團 有受害者聲稱自己被外星人襲擊了 警方就說,犯罪者共有9人 已經確認其中4人身份 他們26歲至34歲不等 此前均有犯罪記錄,正觸報其他人歸案 其中一名受害人的母親是美梅子 案發當日是女兒的19歲生日 明明是來紐約旅行 但就莫名被人拳打腳踢 這名母親形容,減肆襲擊令人作呕 希望加害人得到她們應得的報應 這名憤怒的母親批評 紐約州寬鬆的保釋改革法 危害了守法公民的安全 又指責州政府制定了這些荒謬的法律 令野蠻人只受到輕微懲罰 就可以繼續走在大街上 說回頭,匪徒穿新衣 不知是否為了方便後期在短片中加特效 我們遊客旅行都遇襲都是黑仔的了 希望紐約地鐵罪行早日減少啦 好了,今集說到這裏,多謝收看 多謝收看